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多的客家庄或是有聊到就是做这个弯桃板 我终于第一次可以制作这个弯桃板了 对 现在就是说这样子人家就讲说桃子 这个桃子是哪时候来用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那个过年的时候 假如是说人家讲说三十个晚上 拜天空的时候 就是要拜天空要用的这个 但是这边啊 这边是我们要人家讲说生生子 就是十夜半 十夜半的时候我们才会 十夜半是打蟋子 这个的时候人家讲叫做信丁板 信丁板 千丁板就是表示说我天生子 然后那这个就是前板 前板 那这个前板也是就是押上去就可以做 对... 押下去它就会跟这个钱一样 板模型啊 好 我试看看就是它这个模型上面 上面有这么多可以制作不一样的板 然后象征不一样的意义 对... 其实是蛮有趣的 对... 你今天来收工很好 对... 原来当地所称的手打板 就是用这块四面都刻有不同板印的板模 以手工制作的板 你现在就拿来压 我和你讲 你自己压 你自己压 手弄一点 这个就是手打板 对... 模型啊 你手... 手... 弄一点 我这样压就可以了吗 对... 要再过来一点 再过来一点 好 好 这样就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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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就可以了 好 你这样 好漂亮喔 这个最漂亮 好 这是我做的这个前板 然后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最漂亮的一个 对... 它也是象征五福黎门 五子登科 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过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做得越多越寒 全就滚滚来 板对于客家人 是十分重要的 当我们享用着美味的板时 要记得细细品味 客家人喜福的滋味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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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